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化學科 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單元是 More 和平高中 劉思辰老師 主角 本單元有三個學習重點 首先我們都知道 原子分子都非常小 所以 我們隨便 拿一把 物質 它裡面就有很多的原子或分子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特殊的單位 就是More 來計算它 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More跟它的 每一個More的粒子數 也就是雅弗加絕數 為了做化學計量呢 我們必須找出 More跟質量的關係 也就是每More的 質量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梅More的粒子數 以及 在同樣的狀態下 梅More的 氣體的體積 那利用這三個關係呢 我們就可以來換算 質量 粒子數跟 氣體之間 首先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More質量 我們這裡取三種元素 這是它們的 原子量 兩種化合物 這是它們的 適量或 分子量 首先呢 這個是 蔗糖 蔗糖的 分子量是342 所以我們取 342克的蔗糖 這是氯化鈉 它的 適量是58.5 我們取58.5克的 氯化鈉 這是 碳粉 碳的原子量是12 我們取12克的 碳 這是 酮 我們 知道酮的原子量是63.5 我們取63.5克的酮 這是氦 它的 原子量是4 我們取4克的 氦 那這三種 元素 它含有的原子 在這些質量之下 它的原子數 誰比較多呢 我們再來看 這兩種化合物 它們的分子數 誰比較多呢 那麼依照 相對原子量 分子量的關係 當 它們是原子量 或者分子量加上克的時候 因為相對原子量的關係 它們的數目是 粒子數目是不是應該都一樣呢 而且我們都知道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不得已就必須要重新設定一個粒子數的單位 那 都相等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叫它 它們都是 一個mol 那一個mol到底有多少粒子的數目呢 那麼首先我們定一下mol 也就是說我們用 碳12 為標準 那碳12克 加上克 那麼這個時候 原子數目 我們就叫做一個mol 所以呢 啊 我們把原子量 任何物 元素的原子量加上克 或 化合物的分子量加上克 它們 都有一mol的粒子 那經過科學的眼鏡跟 進步呢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精確的測量 1mol的粒子數 是6.02乘以10的23次方格 那為了紀念 那為了紀念雅佛加絕 那我們就把這個數字 6.02乘以10的23次方 叫做雅佛加絕數 雅佛加絕數這麼大 它是怎麼測定的呢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有 非常多精密測量的方式 那這裡我們取一個 較簡單的方式來說明 首先 在18、19世紀中葉 法拉第 做了很多電解實驗 提出了電解定律 那當電解 一個代 一個單位正電殼的金屬氧離子 生成1mol金屬原子的時候 我們最簡單我們可以用銀 來說明 那銀離子 得到一個電子會變成銀 所以生成1mol的金屬銀 應該是 必須要1mol的電子 那這個時候 1mol的電子 通過了多少呢 法拉第測定是96500庫倫 所以96500庫倫 我們就可以把它 當作是 1mol電子 所含的總電量 那麼 只要我們知道一個電子的電量 那麼相處 就可以知道 1mol的電子 到底有幾個 那20世紀初 密尼根做了油滴實驗 測定了一個電子的電量是 1.602乘以10的 -19次方庫倫 這是一個 這是所有的 1mol的 那麼把它相處 除的結果 那麼1mol的 這個電子的 數目就有6.020乘以10的 23次方 這個就是最簡單 測量 亞佛加絕數的方法 這一氣體 它 每mol的體積應該相同 我們回憶一下 亞佛加絕加說 在同溫同壓下 同體積的氣體含有相同的分子數 那麼反過來說 如果同溫同壓下 分子數相同 那麼體積應該相同 那麼1mol的 這個氣體的分子數相同 所以他們的 體積呢 應該要相同 那因為氣體呢 會在不同的狀態下 我們常見的 兩種不同的狀態 第一個是STP 也就是 標準溫壓 就是0度C 一個大氣壓下 0度C一個大氣壓下 氣體的mol體積呢 大概是 22.4升 另外 在 就是NTP的狀態 就是我們的 常溫常壓 一般我們認為的 常溫常壓 大概是25度C 一個 大氣壓 那這個時候 體積會稍微膨脹 是24.5公升 這個就是他的 木偶體積 也就是 不管是什麼樣的氣體 只要符合 這個 雅夫加學假說 定律的話 那麼他們就 在不同狀態下 有一定的木偶體積 接下來 我們要說明 怎麼像氣體的體積 氣體的 物質的粒子數 或物質的質量 這些我們可以 測量的單位 把它變成mol數 我們剛剛提出了mol質量 就是1mol的質量 那我把質量除以 1mol有多少質量 當然就是 知道他有幾個mol 我們把粒子數 也就是原子數 分子數 或離子數 除以 1mol有幾個粒子 那 1mol有6.02乘以 1023乘以 我們除以這個數字 就是 這個物質有幾個mol 我們將氣體的mol體積 除以 在那個狀態之下 氣體的mol體積 每一mol體積有多少公升 有多少公升 一除 就是 它的mol數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也可以 啊 將mol數 物質的mol數換算成 這個物質的質量 這個物質的粒子數 如果是氣體 在這個狀態下的 氣體體積 因為我們知道 氣體的mol質量 物質的mol質量 所以我們 乘以 將mol數乘以 它的mol質量 就是它的質量 呃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mol的粒子數 我們知道mol數乘以 它的 mol粒子數 就是 雅弗加血數就可以知道它的粒子數 我們如果知道 某個狀態下 氣體的mol體積 我們mol體積乘以mol數就可以 知道 這個氣體的 體積 所以經過mol數 我們可以將物質的質量 粒子數以及體積 做換算 我們看範例1 我們將質量換算成分子數 以致plotons的分子是 C6H12O56 它的mol質量是180 就是將原子量把它相加起來 如果我現在有90克的plotons 請問你 它有多少mol的plotons分子 有多少 個plotons分子 最後我們要討論是 它總共有幾個原子 所以首先 我們要來看一下plotons分子有多少mol 以及plotons的分子個數 那最後我們再把它換算成 原子的總mol 總數目 我們看這個關係 我們要把質量 變成mol數 我們要除以每mol有多少公克 那現在呢 我們有90克的plotons 那plotons的mol質量是180克 所以呢我們把它相處 這個結果是0.5個mol 那我們知道這個0.5mol的這個mol數 我們要把它 看它有多少粒子數 那因為它有0.5mol 0.5mol 0.5mol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一相乘就是它的粒子數 那麼它的粒子數有多少呢 就是 分子數有3.01 乘以10的 23次方個 總共有這麼多個 這麼多個分子 那麼因為plotons C16H12256 所以每一個plotons有24個原子 24個原子 所以 原子的數目 應該等於分子的數目 3.01 乘以10的 23次方個 乘以 24倍 每一個分子有這麼多個 我們把它計算的結果 應該是 7.22 乘以 10的 24次方個原子 範例二我們將 原子或分子的數目把它換算成質量 當一個裝有二氧化碳的密閉容器裡面有 1.806乘以10的22次方個原子 那麼 這裡面的質量 二氧化碳的質量有多少 那麼首先呢 我們要來 算出二氧化碳的分子數目 那因為每一個二氧化碳 總共有三個原子 所以 我們將 原子的數目 1.806乘以10的 22次方個 除以3 這一除下來就是它的 分子數 所以它的分子數應該是 6.02 乘以10的 21次方個 分子 那麼接下來怎麼把分子數 變成 墨數 那麼我們從這個關係 這是一個分子數 我們要變成墨數要除 除以 雅佛加絕數 也就是 6.02 乘以10的 21次方個 分子 一墨是44克 墨數量 一墨是44克 所以 0.01 墨 乘以 每一墨是44克 所以 這個二氧化碳 這個容器的二氧化碳 應該有 0.44公克 我們答案選 B 最後我們來回顧 本單元的重點 我們首先找出了 墨 它的數目 也就是說 每一墨含有 的粒子數目 那一墨的粒子數目是 6.02 乘以10的23次方 那接下來我們找出的 墨質量 墨粒子數 以及 氣體的墨體積 之間的關係 利用這個關係呢 我們透過了墨爾數 我們就可以做 質量 粒子數 以及 氣體體積的 換算 那麼這個呢 換算就是我們後面要做的 化學劑量的基礎